今天教大家一招 废物利用矿碱水秒变养兰花神器 因为很多还有在家里面养兰花 总是容易出现积水烂根的情况 尤其是有些花友选土选的不对 所以兰花总是养不好 根系总是出现烂根的情况 那么我们怎么利用这个矿碱水来变养兰花神器呢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只要用一个矿碱水瓶的一半 就是上面这部分 然后用变烙铁把它戳出很多这种小洞 顶端也给它戳一些小洞出来 小洞戳的越多 透血性透气性越好 因为兰花它是幼稚寄生根 所以透气性不好的话 你是很难要好兰花的 我们在栽种兰花的时候 只要把这个矿碱水瓶放到花盆的底部 然后再把我们的兰花种上去就可以了 后期不管你怎么浇水 它都不会积水烂根 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养出这种大白根 每盆都是这种大白根 浇水呢 我们最好每次也使用一点这种生根营养液 这种生根营养液的话呢 它不是激素 不会烧根 每次浇水都可以用 大家看我的兰花 每盆都是养出这种大白根 而且呢 新养又多又壮 因为养花先养根 根系不好 后期不管你怎么施肥 它也达不到这种根状渺望的效果 所以大家把根养好了 自然你的花就会养得越来越旺盛 同时这个生根营养液 所有的花都是同用的 这就是养兰花的一个小技巧 大家学到了 就点个赞 关注一下吧 感谢观看